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ways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 石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直烧到营的边界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 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哭号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这玛纳以外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这玛纳仿佛岩衰子 又好像珍珠 百姓周围行走 把玛纳收起来 或用墨推 或用旧岛 煮在锅中 又做成饼 滋味好像心油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 玛纳也随着降下 摩西听见百姓 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 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 摩西就不喜悦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 加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只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 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号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待我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历时将我杀了 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招聚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知道 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 到我这里来 领他们到会幕前 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 也要把降与你身上的灵 分刺他们 他们就和你同当 这管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又要对百姓说 你们应当自节 预备明天吃肉 因为你们哭号说 谁给我们肉吃 我们在埃及很好 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 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只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要吃一个整月 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 使你们厌恶了 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号说 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摩西对耶和华说 这与我同住的百姓 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把肉给他们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 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榜地岂是缩短了吗 现在要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 又招去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 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周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与他身上的铃分次那七十个长老 铃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 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约书亚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回到营里去了 有风从伊和华那里刮起 把安纯由海面刮来 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 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二轴 百姓起来 中日中夜 并次日一整天 补取安纯 至少的也取了十鹤梅尔 为自己摆裂在营的四围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 尚未搅烂 伊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 那些贪欲之心的人 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 走到哈喜路 就住在哈喜路 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 米利安和亚伦 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 就回绑他说 难道伊和华单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这话伊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伊和华忽然对摩西 亚伦米利安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伊和华在云柱中降临 站在会幕门口 招亚伦和米利安 二人就出来了 伊和华说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伊和华必在异乡中 向他显现 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乃是明说 不用谜语 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伊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 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疯 有血那样白 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疯 就对摩西说 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 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求你不要使他 像那出母妇 肉与半烂的死胎 于是摩西哀求伊和华说 神啊 求你医治他 伊和华对摩西说 他父亲若土唾沫在他脸上 他起步蒙羞七天吗 现在要把他在营外观锁七天 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 于是米利安观锁在营外七天 百姓没有行路 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 以后百姓从哈西路起行 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我们来看《民数记》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百姓要起行啦 云彩收上去 初次起行三天的路程 离开了西乃山 要进入到巴兰的旷野 第一站就先来到了他被拉 但是来到第一站 你看百姓们说什么 第一节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 石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直烧到银的边界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百姓要发怨言 神说这个是恶言啊 这是恶语啊 神听见就怒气发作 石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这是第一节他们遇到的一个情况 他被拉在哪里 就是刚离开西乃山 要进入到巴兰旷野的第一站 他被拉 他被拉的意思就有点像焚烧燃烧的意思 可能在这里呢 百姓做了一件事情 神就在这个环境当中 教导 那百姓怎么去回应神的引导呢 百姓怎么去回应神的带领呢 我们来看明书记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是在百姓初次起行 云彩收上去三天的路程 在初次起行的当中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结论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 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只烧到银的边界 这是神的一个提醒 神的一个警告 第一节是一个总论 但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地方 他被拉是从西乃山要进入到巴兰旷野的第一站 他被拉这个地方 名字原文就叫燃烧 很热的意思 但是后来这个地方被改名了 为什么被改名 因为中间发生一件事情 神在这件事情上 神一开始有责备 神的怒气发作 火在当中产生 但是只有烧到银的边界而已 神就给他们再一次的一个机会 但是百姓在这次的机会当中 大显他们的贪婪 所以不是只有警告了 而是神有极重的刑罚在这其中 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可以祷告 主啊 我有没有 也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主啊 我有没有这样的行为 以至于我好走这条生命道路的路程当中 我才刚走 我就有这种反应 好像基督徒我才刚走这条生命的道路 我就遭遇到这些事情 主啊 帮助我 我有对的回应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 那个时候他们中间有闲杂人 大起贪欲的心 闲杂人其实有可能当时的埃及人 或是当时一起为奴的 做奴隶的 以色列人也跟着哭嚎啊 以色列人后来想着想着 对啊 他的埋怨越想越对啊 发愿员越想越对啊 以色列人也跟着哭嚎在神的面前啊 谁给我们肉吃啊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 哇有黄瓜有西瓜 有韭菜有葱有蒜 现在虽然有马拿 但是我们心血枯竭了 在我们眼里没有别的东西 好无聊哦 没有好的食物 埃及如果那么好 那为什么当时他们觉得在埃及 是很多的苦情呢 看到了吗 当我们在走生命道路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有些的操练 我们操练谦卑 我们操练一些的进食 我们操练一起起来征战 我们操练我们在生活当中学顺服 我们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操练服事 哇好累哦 我以前信主以前哪有这样子啊 我以前信主的生活自由多了 我以前信主生活快乐多了 信主之前 我觉得我还没有现在这么累呢 这种的埋怨 这种的怨言会传染 你会就越来越觉得 我怎么信主啊 我还要来教会 我还要来服事 我生活当中还要操练 我还要读经 我还要祷告 怎么一下子我的生活 改变了那个信主的喜乐 冲淡了 开始紧接着我要做好多事情啊 那家人 在刚开始百姓在马拉 水是苦的时候他们埋怨 在寻的旷野 没有肉吃 神就赐下马拉 赐下当时的安存 后来他们在立非定 起了争论的心 你看那个时候 在立约之前 神都忍耐 神都充满他的慈爱和怜悯 因为这些孩子们不懂 后来在西乃山 神与百姓立约 颁布了律法 诫命和典章 在整个立位纪 特别教导他们 民宿记的开始 又是鼠点他们 也把立位人 安排在他们的当中 这时候百姓 他们应当是活出 一个祭司国度的生命 这时候已经跟 钢石揣击的人不一样了 他们已经是一个 神的百姓了 神的军队了 他们应该要活出 一个成熟的生命了 他们长大了 他们要前行了 要进入到迦南美地了 这时候他们的埋怨 同样的环境 没有肉吃 没有丰富的供应 他们埋怨 这时候为什么会 招惹耶和华的愤怒 因为神带领这么久 在恩典当中的成长 神的心意向他们显明 他们人不明白 这就是招惹神愤怒的原因 所以今天为什么 有很多基督徒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时候我们在前行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常说不要发怨言 不要发怨言 我们就是提醒 帮助弟兄姊妹们 不要使你在神的恩典的 丰富生命当中 滑落了 跌倒了 失败了 以至于你遭受到仇敌的攻击 闲杂人会是在我的生活当中 你平常你周围的一些人 他会抱怨 哇 这社会怎么不公平 哇 公司怎么不公平 哇 这个人怎么这样 这个事情怎么这样 哇 政府怎么这样 人都会是这样子的 我们神的百姓 不能够跟着也哭好 对啊 对啊 我的生活怎么这样 也过得一团乱 都是大家害的 我开始也在神面前抱怨了 自怨自爱 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反应 让我们去发现 这件事情是很得罪神的 第七节到第九节 你看 不满足 玛纳不满足了 哇 读经 祷告啊 在教育的侍奉啊 小主生活啊 参与训练啊 祷告会啊 服事啊 你看看第六节讲什么 心血枯竭了 我们觉得基督徒的生活 太枯燥了 我们觉得基督生活 一日复一日太枯燥了 过这种分别为生的生活 太枯燥了 世界太有趣了 哇 这个世界太吸引人了 不满足 第十节 摩西听见百姓 各在各家的帐篷 门口哭号 夜缓的怒气 大发作 摩西不喜悦 百姓需要成长 领袖的心也需要成长 摩西在这件事情上 被神一个指证 被神一个教导 摩西立刻回转 他立刻回转 他就懂得了神的心 但是百姓在这个 耶和华的供应这件事情上面 没有看懂神的心 反而仍然一再贪婪 所以招来的是神的审判 你看有两个回应 两种回应带来两个结果 先来看 十一节到第十五节 摩西所讲的都是 你为何苦待我 我没有在你眼前蒙恩 把这管理百姓的重则 加燃在我身上 后面有讲到说 你历史把我杀了吧 不要教我见自己的苦情 三天前还跟他的小舅子和八说 耶和华有一切的祝福给我 我都要给你的 基督徒的生命刚起行 我们的见证很重要 因为发怨言会失去 神在我们身上的见证 领路的和八 才在第一站就看到 百姓有这样的回应 神的名就受羞辱了 你觉得这个和八 会相信这以色列当中 还有什么好应许 好祝福是我要得着的吗 摩西他在这件事情上 他没有学会功课 就是他觉得 照顾这百姓是他个人的责任 我独自担当 其实摩西是一个与神同工的人 摩西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的人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的人 所以百姓的供应 不是摩西的责任 那是神的责任 摩西要学会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去看见 神都在供应 所以你看 十六节到十七节 你看神怎么做 你看神怎么教摩西 你就把以色列长老召去七十 他不要千夫长百夫长 他不要这些 把长老聚集来 领他们到你的面前 我要在那里降临 与你说话 把降在你身上 临分次给他们 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神明白摩西的痛苦 摩西不喜悦 摩西觉得很难受 他不想再活了 太痛苦了 这又不是我的责任 我只是他们的养父 你是神父 你怎么让我来供应呢 我没有办法 神就说 好 来 再七十位长老来 神要教导摩西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告诉你 我是供应的神 我先供应你们 灵里的需要 领袖有时候 我们会在服事的当中 我们会burn out 我们会筋疲力竭 不想服事了 压力很重 觉得好像整个教会的重担 都在我身上 建堂的基金 每个月的租金 月费 水电费 弟兄姊妹们的侍奉 训练 教会的一些财务状况 你觉得这些事 好像就是我一个人 在劳心劳力 摩西在这件事情上 他给予摩西一个教导 招去领袖 让圣灵去浇灌他们 神的第一个解决的办法 不让领袖独自担当的方法 就是寻求圣灵的浇灌 寻求灵里的供应 寻求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 所以你看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这是神的第一个方式 就是让所有的领袖 我们今天百姓有抱怨 百姓有恶言 百姓在哭嚎 百姓在说我们没有供应 领袖又心力交瘁的时候 神做的第一件事 圣灵的教官 所以亲爱的牧长们 所以亲爱的领袖们 哪怕是亲爱的家长们 如果在我们的侍奉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力不能胜 走不下去的时候 你第一个求的 不是神先来摆平解决 人的需要 你第一个要先求的是 神啊先供应我灵里的需要 你先供应我灵里的需要 是这个灵浇灌在我的里面 我就能够有力量再往前走 很多时我们都只看问题 我们看环境 我们看经费 我们看整个人力 我们看困难 但神说 我先要把我的灵浇灌你 这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求 圣灵充满的一个原因 我们真的很需要 圣灵浇灌我们 我们才要继续走 面对这样的困难 这只是第一站 塔贝拉这一站 就使百姓进入到燃烧 痛苦 恶劣的环境的里面 神教导摩西 你缺乏的不是肉 你缺乏的不是食物的供应 你缺乏的也不是领袖的陪伴 你缺乏的是圣灵的教官 这就是神对摩西的教导 然后你去对百姓说 自己预备吃肉 神会供应 神会供应 你们不只吃几天 吃一天 两天 五天 十天 二十天 神会供应二十天 所有百姓 包含闲杂人的一个需要 亲爱的家人 这是一个试验 这是一个试验 神也在试验百姓们 他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相信神会供应这么多天 你们要吃一整个月 甚至肉多到一种地步 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 是你们厌恶 就是让你们吃到饱 吃到足 甚至吃到厌恶为止 因为你们厌弃 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 我们为何出埃及 这就是对神的不信任 你干嘛救我们出来 你干嘛打扰我的环境 你干嘛打扰我的生活 你干嘛改变我过去 我虽然有些的痛苦 但我有些的快乐啊 我为什么要开始走上这条基督徒生命的道路 过一个十字架的道路 太辛苦了 这种的埋怨是非常在神的救恩当中 惹神愤怒的 神拉住我们的口舌 我们要常常知道 有时候你抱怨教会的不公 抱怨教会的软弱 抱怨牧者的一些的无能 抱怨牧者在做这些事情上 不合你心意乱批评 你就任意的批评 论断到处讲啊 到处去把你里面的那种的感受去分享出来 亲爱的家人 这是很得罪神的事情 因为你不信 你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夜话 在他的面前哭号 为何出了埃及 就是神没有照顾我们嘛 神啊你到底有没有管啊 神啊你到底在不在乎啊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摩西就说怎么可能呢 光不行男人就六十万 怎么可能呢 难道宰了牛群羊群吗 牛羊是哪来献祭的 那个时候带着牛带着羊 是不能吃的啊 你知道吗 这群在埃及苦过的奴隶 带着牛羊 难道他们不想吃牛吃羊吗 神说不行啊 平安祭的时候才可以吃啊 这是平安祭的时候才可以吃 而且还不能够随便献平安祭 不能为了贪婪想吃肉献平安祭 神都知道我们的心啊 立会记是讲得很清楚的 早就把人那个贪婪的心仙 把它显明出来了 所以本性就说那我们吃什么 带着牛带着羊带着一大堆东西 通通都不能用 通通要给神的 我们连肉都不能吃 我们只能吃马拿 太辛苦了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神说什么 耶和华的宝贝 岂是说短了 现在看我的话 向你应验不应验 哇 你要读到第二十三节 就知道今天你要祷告主 你对我的话要应验 但你的话对我也是个试验 帮助我信你的话 帮助我不怀疑 帮助我不埋怨 帮助我不论断 帮助我不批评 帮助我不要起贪婪 果然神开始解决 神出手了 二十四节一召聚 圣灵就浇灌下来 他们就受感说话 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 因为这是暂时性的 因为要到了新约 圣灵才会完全内住到我们的里面 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苏亚说有个叫伊利达 米达再继续讲 禁止他们 禁止他们 摩西说不用不用不用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灵降在他们身上 就是当神的灵 灵一浇灌在领袖的身上 神的灵一浇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其实神正在解决问题 摩西在教约苏亚一件事情 这个就应该叫做正常 所有的祭司国度 所有的百姓都应该是被圣灵浇灌充满 摩西已经感受到灵里的满足 灵里的浇灌 摩西学会了 摩西一开始都觉得 神你不公平 神你这样对待我 神你干脆把我杀了算了 神说把长老招去钱 我要把浇灌你的灵分支到他们身上 摩西一看到那个灵浇灌 神的灵又浇灌在长老身上 摩西立刻懂了 灵里的供应 永远是在生命的供应的最基础 也在最优先 所以你今天也祷告 不是一直求神解决你各样的需要 而是先求神解决我们灵里的需要 因为灵里的需要一旦满足了 神会使用神机 吃一日五日十日二十日吃满一个月 神会丰富供应到一种地步 你真的说够了够了够了 可是你在三十节你看 摩西跟以色列长老回到以你的时候 神机来了 对百姓是供应 但对百姓也是个事业 起来啊 三二三二节 中日中夜吃了一整天两天哦 至少娶了十赫梅尔 十赫梅尔是多少 十赫梅尔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一个月的食物的量 这叫做贪婪 神说你们可以吃一个月 但你们两天就抓了三十天 的鞍唇的肉的量 你们生怕不足不够 耶和华的话有没有应验 就是试验我们里面相不相信神的话 会一日两日十日二十日一个月 相不相信 百姓不相信 百姓要凭着自己的能力 我难得神有公义 难得神有机会 我不趁现在抓住的话 我怎么知道以后有没有 趁现在抓捞啊 贪婪就起来 神就知道 当他浇灌他的灵在摩西跟领袖身上 摩西懂了神的心 但是当安纯飞到百姓的群中的时候 百姓不懂神的心 他们看重眼前的需要 胜过于去尊荣 听从 神的应许跟神的说话 所以你看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 尚未嚼烂 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 用最重的灾殃 击杀了他们 刚开始发怨言 只是火烧到银边 提醒 这是一个严厉的提醒 但是后来 百姓没有听从神的话 大起贪婪的心 神用最重的灾 淋到他们中间 这不是在里面 这是两次的灾祸 在整个第十一章 第一站 他被拉就发生了事情 你未来这几年你要走的路 其实从西乃山 一直走到巴兰的旷野 其实也只不过两个礼拜的路程 其实就这几个站 但百姓在第一站里面 就因为批评 埋怨 不信任神的话 贪婪 在这件事情上面 跌倒 摩西 他有他不成熟的一面 他说 主我太苦了 但是圣灵一浇灌的时候 摩西懂了 所以他也告诉约书亚 圣愿 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起来受感受化 他懂了神治理的法则 摩西懂了 长老们懂 领袖懂 百姓不懂 贪婪在他们里面当中 两天的量 就取了一个月的量 所以他们不在乎神 日后有没有供应 他们就在乎这两天 我们就是拼命的捉夺 亲爱的家人 恩典是神的供应 有时候恩典也是领我们 悔改最好的道路 所以当神如果照着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买月 我们一批瓶 我们一不高兴 神就有恩典下来 你的回应要对 肉是来了 但是肉还在牙齿之间还没嚼烂 就表示他们才正在吃 才正在吃的时候 耶华的怒气就向人发作 他贝拉这个名字就改了 改为叫做基伯罗哈塔瓦 贪欲之人的坟墓 才刚出去第一站 就这么多人 遭难 重灾 这个最重的灾殃 急杀他们 他们才刚起行第三天 就有人死在第一站 亲爱的家人 埋怨 贪婪 不顺从神的话 很有可能在刚你要走 神的道路的第一站 你就夭折了 所以求神真的怜悯我们 真的听懂神的引导 也顺服神的话语 紧紧的走 紧紧的走 第二站就来到了哈喜路 哈喜路呢 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件事 就第十二章这件事 这一章非常短 其实就是米利安跟亚伦 为着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 就毁谤他 那个毁谤在希伯来文的动词上面 是女性的说话 所以这边是说米利安 拉着弟弟亚伦 一起毁谤他们的弟弟摩西 米利安说的话也很对哦 难道耶和华丹与摩西说话 不言于我们说话吗 这件事情就是发生在哈喜路这个地方 第二站 第一站是贪婪 第一站是不听神的话 第一站就是在神的面前发怨言说恶语 第二站哈喜路是什么 不服权柄 第一站就是基督徒一来到教会 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抱怨这个 抱怨这个 我们都不好 我以前的教会如何 我以前教会怎么样 现在教会怎么样 第二站就是开始批评领袖 领袖独断 领袖做这个决定不好 领袖做这个不行 第二站你看哈喜路发生什么事情 难道耶和华与摩西说话 不愿意我们说话 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摩西武器是摩西写的 这是圣灵感动摩西所写下的话 这是神认可的一句话 摩西真的是谦卑 谦卑到他可以把这句话写下来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 来三个都来 到会幕来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站在会幕招了亚伦米利安出来 你看看神说什么 你们且听我的话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 我耶和华必在意象中 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这是神说话的方式 但我的仆人不是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我是与他面对面说话 然后你看第八节后半段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亲爱的家人 我们今天要把这句话听到心里 毁谤神的仆人 神会问我们一件事 你为何不惧怕呢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勇敢的很啊 批评领袖 论断领袖 神也不跟我说话吗 我的权柄就是神啊 神就是我的遮盖啊 你问他 你有没有活在权柄之下 有啊 神就是我的遮盖啊 牧师是我们聘来的啊 你毁谤我的仆人 你们为什么不惧怕啊 这是神对我们的一句话 神常常在圣经当中 神每一次的说话 你仔细去听 你仔细去找 大部分第一句话都是说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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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今天会问我们一件事 你们批评我的仆人 你们不惧怕吗 神要我们惧怕这件事情 圣经里面有几件事 你要去抓住哦 神有叫我们要惧怕几件事 第一 你不要惧怕那个能够杀生 你不能杀灵魂 神要我们惧怕那个能杀灵魂 又能杀身体 神要我们惧怕 就敬畏 神要我们怕一件事 论断 毁谤我们的领袖 神说 你不惧怕吗 所以你今天要勒住你的口舌啊 不是在环境当中埋怨啊 神要今天我们去尊荣 我们的领袖 那你说那不是当老大了 那不是当王了 神会管理 神会修剪 还记得亚伦那儿子的事情吗 越靠近神的人 神交代的事情越严格 因为那会带来死亡 如果越靠近神的领袖 越不敬畏神 他会死的 同时 神对百姓说 不要批评 毁谤 论断我的领袖 你应当为这件事情惧怕 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云彩会目一离开了 米利安就长大麻疯 所以大麻疯是意表什么 从我们里面所起来的悖逆 从我们灵里所起来的一种的骄傲 从我们灵里起来的一种认为不公平 从我们灵里起来的一种的自义 难道跟 他说不跟我们说话吗 神啊 你应当是这样 神你应当是这样的 他们常常把神所安排的次序权柄 不当一回事 神是公平的 神是爱我们的 但是神如果把权柄放在这里 神也要教导你去顺服 神也要教导你怎么去服在权柄跟遮盖之下 神就是我唯一的遮盖 神就是我唯一的权柄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处去找人 做我们的遮盖 不是 你去看看 你也去想想 你也去问问 神有没有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道路当中 神有把一个遮盖 把一个权柄 把一个领袖 放在我的生命当中 你毁谤我的仆人 你不去怕吗 大麻风就出来 所以今天有些的有才干的人 有些有能力像米利安一样的人 有些能够真的像先知一样有恩赐的人 有时候他们得了大麻风 他们不知道 大麻风是带有传染 所以你要跟一个领袖 你要跟一个是绝对顺服神的领袖 你要跟一个是对神很极其敬畏的领袖 你要跟一个爱神 可慕神 遵照神的吩咐的领袖 你要跟着这个 所以 摩西唯一所讲的一句话 你就知道是什么吗 摩西被论断被批准说 摩西没讲话 摩西只讲一句话 我主啊 求你不要因为我们的愚昧犯罪 便将这罪加在我们的身上 求你不要使他向他出母腹肉 以半烂的死台 神啊 求你医治他 看到摩西的祷告了吗 摩西的生命又成熟长大了一步 今天我们做牧者的 我们做领袖的 甚至是我们做属灵父母的 有时候我们会遭遇到人对我们的一些的批判 因为我们每个人做事的想法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爱一个人 他被我们冒犯了 他对我们误会了 但你真的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说神啊 求你怜悯和医治 不叫这罪归在我们的身上 也求你救他脱离大麻风 今天有许多基督徒 有大麻风不知道的 里面的悖逆 里面的骄傲 里面的自以为意 里面的那种的不服权柄 里面的那种的个人的独立 而顺服于神 我是不服 我不一定要安德在教会的 我单单顺服于神了 这样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真的我们为这样的弟兄 为这样的姐妹 为这样有才干 有才能的领袖来祷告 帮助他 神把他引导他 带进到神 为他所良的全民和遮盖的上面 耶和华给摩西说那句好特别 就是父亲吐唾沫在他脸上 岂不蒙羞七天 哪有爸爸吐唾沫在孩子身上 这个意思就是神说 这是我的女儿 吐唾沫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孩子他做错事情了 他必须要受责罚的意思 把他关在营外七天 才可以领他进来 你看这七天云彩没有行动 在哈喜路云彩没有往前 两百多万人就在等领袖 等米利安 七天了百姓没行路 把米利安领进来的时候 才从哈喜路起营 亲爱的家人 一个领袖的犯罪 一个领袖在我们里面有悖逆 一个领袖在我们里面有不顺服 不以为然 在我们的里面有自以为意 在我们里面有轻视 对于我们的权柄 所做的决定 我们轻视 我们是拦阻教会前行的人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教会不能够停滞啊 教会要往前啊 教会要有事工啊 我们这个领袖都不做事啊 我们这个领袖所做的判断不好啊 他所定的计划 啊好多问题啊 主啊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一定要起来做 我们一定要起来做 神要把百姓带进到迦南美地 刻不容缓 但是神以及云彩 神愿意等 等领袖的回转 等领袖的悔改 所以我们这些做领袖的 我们很有一个责任 当你在质疑 为什么教会没有往前的时候 当你在质疑 我们的教会好像停滞不前的时候 往往有时候问题 不是领袖说我 很有可能 我的里面起了一个悖逆不顺服 不以为然 轻视的心 很有可能 我得了大麻风 主就把我关在营外 教会就没有办法前行 两百万人 等一个女人 等七天 今天特别提醒我们 亲爱的家人 如果你是在教会当中 你是做领袖 你在教会 你的说话是有位分 有权柄 你是可以直接跟牧者去建言 去建议 我真的鼓励你 求神把一个谦卑 柔和的心放在你里面 怎么真实的为着你的权柄 为着你的领袖 祷告 真的把我们的领袖 带到神的面前 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 这是一个外邦的女子 当时有人可能说是摩西纳了妾 有可能是摩西他的娶妻 他的这个妻子 得不到众人对他们的尊敬 当下人 外邦人 很多时有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牧师的婚姻 牧师的学历 牧师的做人处事 牧师的这种的判断 牧师对一些事情的说话 一些的处事的态度 我们真的是受不了 这样家人 教会就没有办法前行了 这就是第二站哈西路 看到没有 第一站 神急杀 才刚刚出行的人 第二站 神就让米利安 得着大麻风 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祷告 主啊 洁净教会 真的洁净教会 除去教会 那个对世界的贪婪 除去教会那种发怨言 除去教会里面 有那个悖逆 不顺服的心 主要让教会起行 虽然第一站 有这样的一个痛苦 第二站 又有这样的一个言词 主 求你继续引导教会往前 引导教会往前 这是你我今天 可以在神面前 向神一个重要的一个祷告 祝福你 你所在的教会 也祝福你所在的教会的牧者 愿他们都谦卑地敬虔地活在神的面前 而你也成为一个帮助牧师的最好的帮手和领袖 让整个教会没有人起怨言 一起在那边哭闹 一起在那边悖逆 一起在那边批判 一起在那边发恶语 一起在那边不以为然 求神把这样的一个罪恶 在你的教会当中 完完全全出去 神要带领教会 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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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亲爱的家人们 感谢您对Bible Race的支持 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 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 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 请email至serviceat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